这是大秦帝国当中最成功的阴谋 差一点就倾覆了整个秦国 甚至不惜让秦孝公营屈梁 放下身段去求尚阳 气得营屈梁 徒手把酒坛子砸烂 忍不住的对尚阳大吼起来 且说孟西白三个大兄弟 商量着要收拾一下尚阳 他们定下的主意 就是引发大清泄斗事件 一口气死点人 让尚阳没办法处理 这主意属实是 大熊猫点外卖损到家了 给这几个大兄弟兴奋的 此刻正赶上春重 梅线热热闹闹的准备着开展工作 作为老氏族孟西白的故土 三族在这里绵延百年 堪称盘根错节 老白驼也从工厂赶过来 给老孟家家长带信 接着就回乡看看族人了 老族长打开周捷 上面就一行字 去他娘的心法 给我按照祖制来 等县城来宣读称庚事宜的时候 老孟族长那是把不配合都写在脸上了 县城还没寻思咋回事 就继续嘱咐 说咱们春耕好好放水 别引起啥不必要的冲突 说完手一拱就得去下个村落 基层工作者就是这么辛苦 等县城一走 老族长张嘴就是一句 心法 那就是裤裆里拉二胡扯淡玩意儿 咱老青人几百年都是组织来的 就荣笛移民 还想用水 呸不撒泡尿照着自己 梅线这个地界 有老氏族 也有草原荣笛新移民 再穿中这个节骨眼 没水等于断人活路 孟西白三个大兄弟 把自己族人压上去 只为了自己的鹰头小利 可真就是 九台亚路鸡 坏了一台 八个亚路 孟西白不放水 荣笛移民一死人 层层矛盾 直接引发成了 大秦历史上最严重的邪斗 这场邪斗 从白昼打到西洋 耕中的农具 成了杀人的武器 拳头石头 移民和士族 已经杀红了眼 全然不顾小孩子 就在取水边哭泣 血仇 一代又一代 又不知何时能化解 而消息传到县令这里 县城都要急死了 孟西白和荣笛移民 打起来了 有人恶意挑唆 有人处理不力 这一场邪斗 会引起多大的风 当上左寿长的商鞅 带着求贤馆的世子们 开启了007的内卷模式 几乎是贯彻了一句话 公司是我家 人人都爱他 警戒一看 不行啊 直接傻了 天都亮了 感谢醒了 商鞅 瞅着老友起来 赶紧跟他嘱咐 千万别私逗 你得跟赵抗说说 眉线千万别让老师族 和荣笛移民打起来 俗话说得好 说曹操 曹操就到 加入丐帮的赵抗 他就来了 一看赵抗来了 商鞅紧绷的神经 咯噔一下 别看商鞅 表面风轻云淡 其实大脑已经荡机了 赵抗还不忘了补刀 您是不知道多惨呢 失衡遍野呀 商鞅一停 呼吸都要停止了 但是他还是快速下达了指令 到了眉线现场 商鞅一个亮枪 摔在了地上 心里这个气氧 快速下达命令 封闭河口 打捞尸体 随着商鞅目光看去 穿着农人衣服的尸体 横躺在泥泞的土地上 私斗血仇 害了大秦多少年了 而车鹰也毫不含糊 直接领兵 接管了县令府衙 开始着手建造军杖 而商鞅赶回来 立刻开始工作 几个命令下达完 商鞅知道 变法以来最大的考验要来了 盈曲良身在岳阳 听闻此消息 也不禁咯噔一下 瞅着警戒 商鞅现在需要人 你赶紧过去支援 然后喊来了 大秦克克勃头目 黑补 办完这些 一个转身 就给自己的老母亲 汇报情况 老太后向来老成谋国 深知此事非同小可 同样参加闯关的 还有老干龙 卧局当老宅男老干龙 一听这消息 赶紧把儿子和徒弟找过来 儿子赶紧说 这次私斗 咱们族人就死了仨 按照惯例 老干龙此刻 展现了卓越的政治手腕 区区十几个人 不能坏了折服大气 告诉左术长府 干氏一族听评处置 儿子和杜志一脸惊恶 干龙可就发了大火了 杜志一个劲的 给干龙打气 老师放心飞 杜志勇相随 老师不要错了人心 干龙那事 头也不回就走了 等到老太后 召集士族开小会的时候 老干龙可就发灰上 这一次尤为严重 哪家都被卷进去了 可太奇怪了 这次我做个表帅 这一期话 把自己摘了个干干净净 也让太后省了事 他直接做出了总结法言 接着起身变奏 而没来参加世家小会的 孟七百哥仨 正耀武扬威的去找杜阳 这是大秦帝国里 蔫会的哥仨 不惜用自己的族人性命 给杜阳使绊子 可杜阳忙着工作 压根没理他们 给哥仨气的 老夫敬你而来 你不失人计 杜阳瞅着这事 跟哥仨就有关系 也没客气 你们有事说事 没事直接按妨碍公务抽离 君上是君上 商鞅是商鞅 来人哪 让这哥仨游成三日 这老哥仨可真就是 王八林这委屈一家上街 别提多委屈了 而左书长临时办公室 门外车马吸壤 送礼的人是络绎不绝 给警监都给整不会了 这些个老贵咒 就是秦国的助手 商鞅也没客气 礼物照收 人照样不发 而到了深夜 商鞅却单独来到了一间牢房 这个临寻的老人可了不得 不仅刻了果纸杯 还在私斗中杀了好几个小伙子 堪称末期老年穷了 而商鞅这次来只为一事 为求变法 请老白驼献头 人人私斗 人人结仇 那外仇还报不报 说完了 只留下老白驼一人默默思考 摇曳的油灯 老白驼默默的思考 黑暗之后便是光明 即便用我的命有何干系 而商鞅则是在第二天 收到了营去粮 为老白驼请求 网开一面的消息 卫鞅打了个马后野 我再想想 别着急 接着纵马挥鞭 嘱咐警监工作 你清点犯人造刑场 我去越养一趟 而营去粮 则在店前 思索着商鞅的密包 营去粮气的 直接把竹简给扔了 几百人啊 战时还好 这都是老秦人的骨血 根连着根 能不心痛吗 等到商鞅来的时候 不能点了 营去粮气的呀 酒罐子都给摔碎了 你知不知道 老秦人一直信奉一个人证 你倒好 百里西在的时候 连个监狱都没有 秦国历经风雨 老秦人为啥 还愿意跟着国军 就这样 两个人从深夜 一直到了日出 营去粮气归气 看着商鞅日夜操劳的身子 也怕他撑不住 先睡 起来再说 接着 袖子一甩 我自己睡觉就去了 你爱睡不睡 没线的刑场 已经见好 这一场让老秦人 炸锅的事 到底如何解决 欢迎继续关注 东乐剧院 觉得好看的客观 记得长按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